一人大赫自大学生了没出道 近年来累积了不少影视作品 亮眼表现、北手看好 不时透过社群发文 与网友互动交流了他 月前透露在路上行走时 听一位路边的植物 而差点发生车祸 当时他正要从竹围铭泉路台北 往淡水方向走 该路段的人行道很少 路人只能走的空间 也只有水垢盖的区域 几乎是跟机车骑士擦肩而过的距离 然而路边还种了一排 叶子又尖又刺的植物 大赫路过时不小心被叶子扎到 下意识就往马路方向躲 结果差点被后方的机车撞到 他无奈地表示 如果要闪避车子 就无可避免地会被植物刺到 这根本是天堂路吧 跟忍不住吐槽表示 要慎选路边盆栽品种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